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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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再舉例囉 我再舉例喔 不用看課本 我可以舉例給你們聽喔 假設說 你們想了解一件事 了解什麼事呢 我現在 在網路上 網拍 網拍呢 不管是哪一種 產品 結果你想了解說 是年輕的人 比較願意去用 還是年紀大的比較願意去用 那年紀 年紀大跟小 年紀高跟低 跟購買網拍的次數 做一個比較 那可能我比較 感興趣的是說 年紀大小 會不會影響到網拍 這是我很重要的想法 如果我是老闆 我是站長 我是那個網拍站長 我比較注意這個 為什麼要注意他 你為什麼要注意到 假設你說 剛剛你沒有回答我 你是剛剛沒有回答 給你一個機會 如果你是老闆 你是站長 你為什麼要注意那個年齡層 你為什麼要注意那個年齡層 想一下什麼原因 想想看有誰想到先舉手跟我講 來你說 年輕族群比較會購物 沒有啊 我知道啊 你講的是你的猜測 你的猜測 是年輕族群比較會購物 你的猜測 那你要去驗證它 那你目的又是什麼 那你答案 你是不是假證 你是假證 你可以驗證嘛 好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年齡層對應的消費水準 對應的消費水準 對應的消費水準 對 它有水準 像可能年輕人最多 他都缺個假設 請求好 但是中年的故事可以這樣 好 這又是另外一個層級了 兩個層級了 一個是說 哪一種年輕人 哪一種年齡的 對這個產品 而且產品又有高低價格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產品比較適合哪 誰嘛 你要了解這個嘛 好還有沒有其他的 如果說 有沒有可能說 我先了解這個產品 結果年輕人站的比例 網拍這購物的比例比較高 那可能你在廣告上面的設計 你要迎合年輕人的設計 你在網路上面的那個設計 對不對 網頁的設計 你要聯合 這都是為什麼要做專題的原因 要不然你做專題花時間幹嘛 或者說公司要做這個研究 達到目的就是我產品要推銷出去嗎 我收入要高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網路網頁上面的設計也要考量 可不可能 可能吧 好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回來到所謂的自變跟異變 你哪一個是自變 哪一個是異變 如果說年齡層 跟這個產品的銷售 哪一個是異變哪一個是自變 贊成年齡是異變的舉手 贊成年齡是自變的舉手 好 不錯 異變 大概 其實這個題目是可以有兩個答案 你可以把年齡當自變 也可以當異變 你可以把這個產品當自變 當異變都可以 那要看你設定 通常 通常 通常人口變相 人口變相 年齡啊 教育程度啦 薪資啊 或者這個家庭背景狀況 這叫人口變相 通常呢 人口變相都會比較偏 叫做自變相 通常人口變相比較偏自變相 因為年齡層改變 所以產品的接受度 跟著產量跟著改變 銷售量跟著改變 所以被影響的那個叫自變相 不叫一變相 自變相就是你可 因為你動了它才改變 那個叫自變相 這樣懂嗎 所以你們在專題製作 第一個面臨的 什麼叫自變相 什麼叫一變相 而且自變相是你選擇的喔 是可操弄的 這裡面有一個操作 你要操弄它的 你要操弄它的 的部分 叫做你操作它 那個叫自變相 通常會叫做人口變相 那我這裡到現在為止 講了好幾次 變相 自變相 這個變相 這個變相叫做variable 什麼叫變相 又是一個名稱喔 很重要的名稱喔 那個剛剛講說年齡也是變相啊 收入也是變相啊 對不對 剛剛講說好 產品數量也是變相啊 是不是 然後 淫餘 多少淫餘 也是變相啊 這些東西 所有你要去探討的 你要去探討的 在你專題製作裡面 要探討的 那個 我們通通稱它 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 每一個要素 每一個要素呢 我們都稱它為變相 我們不稱為要素 不稱為要素 element 不稱為要素 我們都稱它為叫做變相 因為它是怎麼樣 它在我們的 所有的討論的過程中 它們都是會有變化的 都會有變化 最後我把所有的數據 產生之後做一個解針 針對這個變相做一個解針 到目前為止喔 到目前為止 你看我們上一節到現在 談了多少個名稱出來 你滿意不滿意啊 是不是 滿意是不是叫做 也是叫變相 滿意度也是變相啦 好 然後 年齡是不是 也是啊 然後 我們講 它的這個產品數量 每一個都是了 每一個都是叫做變相 只不過說 當你變相很細的時候 很細的時候 你就很難處理 所以我們在變相呢 假設 我可以把年齡當作變相 然後我也可以打 把滿意度當變相 那我還可以把 滿意度切割的變成很細 剛剛我問到滿意度是什麼 我們不是在上禮拜有提到說 我可以用什麼當滿意度 我舉個例子 來我們看一下圖 像這個圖 這個圖裡面呢 滿意度有什麼 產品價值 服務效率 公司整體表現形象 理想中公司的接近程度 對這一件事情 它的滿意度可以分這麼多 那我可以把 產品價值當作一個變相 對不對 然後 滿意度也是變相啊 那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會搞混 每一個層級跟層級 滿意度可以 不同的要素 可以變成一個變相嘛 那變相裡面呢 又可以分得很多細的變相嘛 又可以變成這個 這個婦 這個子 這個孫啊 是不是 都是變相 所以我們會給它一個 比較 可以統整 對你整個研究來講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 自己做一個調整 然後把它給一個名稱 這時候 我們會給它 比較有另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呢 最上面一層 最上面一層呢 我們可以用 垢面 或者像度 來稱呼它 這個呢 我們稱它為變相 假設啦 然後這個呢 變成什麼 更細的話 叫做 細目 我可以這樣分啊 如果沒有 我就是 像度底下有變相 像度裡面有變相 變相裡面 這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叫做 題目 或者細像 細目 也許叫做題目 好 題目呢 如果我 這個地方比較複雜 我們先不看它 我看上面 垢面上面 還可以再加一個 也可以啊 我譬如說 我垢面相度裡面呢 我再往上的話 我就把它叫做垢面 這叫做垢面 垢面有一個更高一層 那不管我剛剛講了 不管你從垢面 垢面 垢面 變相 題目 細目 每一個都是變相 這種概念 每一個都是變相 那如果你在自己在做專題的時候 所以就會有 剛剛講的那種問題出現了 叫做概念性或者操作性的定義 就會有這種 所以每一個人論文 每一個人的專題製作的一個報告 每一個人論文都會呈現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名詞解釋 名詞示意 為什麼要有名詞示意 因為當我在寫報告 說我做了一年的時間 我公司要三個月之內 把這個報告寫出來 針對我的產品 我用什麼方式會把產銷收量會提升 然後我做了一個答案出來 我寫了一個報告 可是拜託拜託 每一個人看我報告的人 先了解我在上面寫的用詞 垢面是代表什麼意思 變相是什麼意思 然後所謂的滿意度是指什麼 所謂的紅利制度是什麼 所謂的行銷裡面的這個叫做 記點 加點 紅利點數是什麼 或者折扣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 我的顧客滿意度是什麼 然後我的這個 裡面講的叫做行銷據點 或者我的叫做 這個其他的名稱是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時候我必須要很清楚寫 這叫做名詞示意 所以拜託拜託你只要看我的 不管你是總經理你是董事長 你看到我這個報告給你建議的時候 你先看一下名詞示意是什麼 不要用你的想法 用我的想法來看這一份報告 知道懂了吧 所以才會有名詞示意 每一篇文章都會有 每一篇論文都會有名詞示意 那名詞示意就是告訴你 我這一篇文章採用的名稱代表什麼意思 我講的滿意度跟你滿意度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的滿意度是這個 我的滿意度是指這四件事情 請你在看報告的時候 不要再看到什麼薪水 我沒有談薪水這件事情 所以滿意度很高 跟薪水無關 這樣懂吧 另外一個滿意度也許 這個人寫另外一篇報告的時候 他的滿意度不是剛剛講那些事 他是講產品的品質跟服務的品質兩件事情 這樣懂了吧 所以專題製作很重要概念 你要選量化的方式還是質化的方式 什麼叫質什麼叫量你要清楚 接下來當你專題在做的時候 你從頭到尾都要用一種想法 什麼想法 就是所謂變相 這裡面的變相呢 必須要是你自己已經很明確的 而且可操作的 操作性的一個定義 操作性的一個定義 可操作 好 現在回來囉 變相大概了解 然後變相上面那個層級 是屬於構面相度構念 這個你先不要管 後面我還會再解釋 好 那你回來看 我如果像剛剛所的舉的例子 什麼年齡層哪一個產品他比較喜歡 所以年齡層是質變相 喜歡的產品是一變相 好 那我年齡層你要怎麼樣定義年齡層 譬如說來我再問你 16歲是年輕還是老 年輕 有人說老了 我聽到了 這就是定義啦 我要操作嘛 我說年齡層比較低的 年齡層 中年齡層 高年齡層 三個等級喔 年齡嘛 三個等級 假設我把它定義三個等級 結果我說問他16歲算低還是高 結果他說低 年輕有人說已經老了 假設16歲 如果說我現在是訓練一個學生 訓練一個人 訓練他將來成為一個國手 而且是運動 體育運動的國手 16歲算年輕還是算老 假設羽球好了 羽球 算覺得16歲訓練這羽球是年輕的舉手 算老的舉手 老了嗎 16歲已經真的是 人家那個網球 現在網球在這個 我比較常看網球啦 羽球也在看 最近羽球反正都是 現在大陸跟那個 以前是 以前是印尼 以前印尼都是交交的 世界比賽都是印尼的天下 現在大陸都上來了 羽球 那以前的 那個女子網球 大概 都是西方人嘛 現在大陸也上去啦 大陸現在上去兩個啦 一個叫做李娜嘛 一個叫做什麼忘記了 網球已經上去了 你知道這些選手 6歲7歲就開始動 8歲9歲就集訓了 你知道嗎 這些人都是 8 9歲就開始了 所以 當你要問運動 體育運動的這種 選手的一些項目的時候 你問他年齡層的時候 可能 你分為低中高三個年齡層 你的最高年齡層 可能只有在多少 可能已經到30歲 就已經是高年齡層了 40歲就已經不能用 對不對 30歲是高年齡層 20歲是中年齡層 15歲是 可能是 中低 然後 10歲 12歲是低年齡層 對不對 反過來 同樣是運動 如果是 高爾夫勒 稍微年齡層高一點 他可能不會是在 那個 10歲 20歲 30歲 做那個分離 分界領 他可能是 15歲 25歲 35歲 對不對 這個時候 你就是操作性的定義 你所謂的年齡層 中 中年齡層 結果他判報告 這中年齡層 他就想到那個中年人 中年人 四五十歲叫中年人 對不對 其實不是耶 他中年齡層不是四五十歲 而是 十六七歲叫中年齡層 這叫操作性定義 這樣懂了嗎 或者說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 剛剛說 有一篇研究架構 在這裡 他的 滿意度叫做什麼 我的滿意度 操作性定義是 這一篇文章的滿意度 他是指 產品價值所得的分數 加上 服務效率所得的分數 再加上 公司整體表現形象的分數 再加上 理想中公司接近程度 這四個成績的加總 叫做滿意度 那什麼叫做高滿意度呢 加總成績達到3.5以上 叫做高滿意度 2.7到3.49 叫做中滿意度 2.69以下叫做低滿意度 這叫做操作性定義了 這樣知道嗎 好 如果你不這樣看 你的問題就出現了 這一個地方 他的滿意度 跟剛剛講的滿意度 就不同 我這篇文章 他的操作性定義是說 顧客的滿意度是指 他對產品品質的滿意度的 加總分數 聽清楚喔 加總分數乘以0.6 再加上 服務品質的 加總分數乘以0.4的總和 叫做顧客滿意度 這裡面有什麼觀念 有另外一個觀念 叫做加權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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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waiting 就是加權 我認為說 我雖然是 叫做操作性定義 可是操作性定義裡面呢 因為我覺得 產品的品質要高於我服務的品質 產品如果 我為什麼這樣想 因為產品的品質越高 它就越不容易有客數嘛 自然服務品質本來就上來了嘛 甚至於我把產品品質的比例 加上80% 乘以0.8 然後服務品質乘以0.2 這是你研究者做操作上的一種定義 這樣懂了嗎 好 到現在為止 我講非常重要的概念 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而且用生活化的方式告訴你 什麼叫操作性的定義 操作性的定義就是 當你在這篇文章 這篇報告 或者當你在公司 要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 把自變相跟依變相把它定出來 定出來 而且要告訴人家 這個自變相依變相之間 我分數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這叫操作性 什麼叫概念性 概念性的定義就不同了 概念性就是很簡單 概念性就是一般的常識 一般對這個名稱所定的意義 叫做概念性的意義 我可以很普遍性的來說 這件事叫概念性的定義 而且概念性的定義 通常不會太重要 在文章裡面不會太重要 在我們的專題製作 或者報告裡面 或者研究裡面 以操作性定義比較重要 概念性定義呢 它比較沒有辦法 它是總和的 譬如說像剛剛講 這個叫做 顧客滿意度 顧客滿意度 就是概念性的定義 那 產品品質 服務品質 是操作性裡面定義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項目了 滿意 滿意我知道啊 概念性的 概念滿意 就是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在 你所談的事情 我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 不會不愉快 我覺得 當我進去這個環境裡面呢 我覺得 不錯啊 我的感受很好啊 這概念性 操作性你要很明確的 要可以計算可以去操弄的 這叫做操作性定義 好 這個回來我們再看看 當然你們課本上 有你們課本上的一個說明 好 再來 更複雜一點 就是所謂的構念跟概念 概念 構念 相對於 這裡面就是 概念就是 概念性定義 構念就是 操作性定義裡面 建構 建構出來 用什麼解釋咧 用剛剛我這個做解釋 因為 忠誠度 我們有一個 忠誠度的概念 忠誠度呢 就是說 忠誠度的意思是 這個人好忠誠喔 這個人對我 我絕對認為說 我跟他講的事情 講完以後 他一定會去做 而且呢 他絕對會 不會背叛我的想法 或者他不會騙我 他很忠誠 或者說 另外一種概念說 他只要是 是 到了Saven 以後 買了一次東西以後 接下來他常常就會去Saven 他不會去別家 去買東西 這忠誠度嘛 顧客的一個忠誠度嘛 好 這個忠誠度 只是一種 概念 那什麼叫 構念呢 我要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必須要想說 我什麼叫 在我的研究裡面 代表忠誠度的意義是什麼 操作性嘛 對不對 我如何操作嘛 好 我把 那 那 載購意願 主要行為 口碑跟擴散效應 這幾個東西 加種起來 得到 我所謂的 忠誠度 所以他就是 建構出來一個 忠誠度的一個想法 建構出來的 所以 等同於 構念 就是我們講的 操作性的 操作性的 一個意義 然後 概念 就是原來的一種 我們平常在講話 聊天 那種一般性的 想法 叫做 我們講的這 概念 概念跟構念 所以構念 是建構出來的 構念是建構出來的 人家說 你現在講 滿意度是指 產品 是指 這個 服務人員 然後是指 你 或者說 你說工作滿意度 我的工作滿意度 是指 我跟同事之間 的相處情形 我的待遇好不好 我的福利好不好 然後呢 我工作 我是不是能勝任 這種 我把這幾個加種 叫做 工作滿意度 別人認為 跟你認為不一樣 所以我用這幾個 建構出來 變成一個叫做 工作滿意度 這種概念 所以叫做 構念 因為他 每個人講的意義不一樣 每個人講的感受會不同 你認為 你認為說 好 假設 你想的一件事情 叫做 叫做什麼 生命 你說生命 你認為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他認為生命意義是什麼 這個涉及到價值觀 每個人價值觀不同 所以你必須要怎樣 用你的想法 用你的感受 你把生命的意義 把它解釋出來 然後你把它搜尋出來 要達到你要的答案 這個時候 就是屬於建構的東西 對你來講是建構的 對你的研究也是建構的 可是一般來講 生命 大家認為生命不是很簡單嗎 就是 活嗎 是不是 求生存嗎 生命就是這樣子的意義啊 可是對你來講 你的生命可能不一樣 你認為說 你的看法 或者對你這個事件來講 他的方法不同 這就是我們的建構的概念 所以到現在為止 跟同學們介紹的是 構念跟概念 概念性操作定義 這兩個是接近的 然後 自變相 一變相 是因為你在談構念 談概念 談這個操作性的時候呢 你會有一個 必須要去搜尋資料 搜取資料的部分呢 有一個是 因為他 這個資料的不同 或者層級的不同 相對應的會改變 相對應改變 那個叫 一變相 因為 因為改變 影響別人叫做 自變相 那對你們來講 將來要做的 研究裡面的人口變相 幾乎都是自變相 幾乎都是自變相 可是有一些情境不同 像這種情境就不同了 好 假設我用這個圖 這是我另外一個研究做的東西 而且發表的東西 這一塊叫做 工作的壓力 這一塊叫做工作壓力 這一塊叫做組織的 叫做忠誠度 組織的這個commitment 忠誠度 這個叫做什麼呢 公民行為 這個叫做工作的滿意度 當我去看 工作滿意度 跟組織的忠誠度 有沒有差異的時候 我是 他們互為 自變相 互為一變相 可是我要看說 是不是因為工作滿意度 而影響到組織的公民行為 他就自變相 他就一變相 他們會改變的 但是整個來講 這一邊跟這邊來看的時候呢 年齡啊 性別啊 婚姻狀況啊 或者工作的經驗 或者教育程度 或者他現在職位 跟這邊有沒有差別 這就是一變相 這邊就是一變相 所以自變相一變相 是你來設定的 你來操弄的 你來操弄的 是這種概念 好 我們再回來看 只剩下一個叫什麼 只剩下一個叫做 過面相度 或者題目變數 這後面我們才講 因為如果我現在在講 你們整個就會在 會模糊了 所以我先不談 把上面這個先了解之後 然後整個來講 往下看 研究架構你就清楚了 什麼叫研究架構 這就是研究架構啊 這就是研究架構啊 研究架構通常是呈現 自變相跟一變相的關係 就是研究架構 你這課本上第三章 有談到研究架構 他沒有寫得那麼清楚 如果我要給你一個定義 定義裡面很簡單 剛剛我給你這個圖喔 研究架構 其實就是表達 表達什麼呢 表達自變相與 因變相的關係 或者你要尋求的一個目的 是在這裡面可以找出來的 那就是研究架構 我們有一個圖 我特別呈現這個圖給你看 這個圖 這叫不叫研究架構 你看喔 研究動機目的 收集相關資料 文獻探討 建立架構 然後文件設計 研究結果 研究分析 再來結論建議 很多 很多碩士班的學生 都還沒有搞清楚 都以把這個當作研究架構 這不叫研究架構 這叫研究流程 研究的流程是這樣做 所以你們現在呢 到目前為止 你們到哪裡 到文獻探討前面 這概念 我大概只有告訴你 這概念而已 真正的研究架構 是代表 表達自變相 異變相 他們之間的關係 叫做研究架構 所以你看 我呈現給你們看的研究架構 這個叫研究架構圖 這是你們學長姐做的 我帶他們做的 而且他們還去參加比賽 然後呢 這個是我自己在做 另外一個論文在做的 這是另外一組學長 在給你們做的 人口變相 這就是異變相了 它是二手網拍 商品的一個 做一個研究 它做購買風險 顧客滿意度 購買意願 以及二手網拍的接受度 它整個的一個架構 這叫做研究架構 這樣知道嗎 好 今天我們大致上來講 我們會 到現在為止兩節課 除了複習文獻探討 它的重點 它需要的表現 最後得到的是什麼 然後呢 再說研究它的類型是什麼 再來跟你解釋 量化質化之間的差異 最後呢 我把幾個重要的名稱 告訴你之後 呈現研究架構給你看 下禮拜呢 我們會進入 字變相一變相 怎麼定 這個定了之後呢 會獲得什麼 獲得所謂的 構面 構面跟變相的關係 就是這個部分 我下禮拜會把它抓到這邊來 這個 構面相度跟題目變數之間的關係 開始你們就可以慢慢分組去做 你要做的題目 這很重要的概念 好 那 我在做一點名之後再下課 好 其他 好 其他 是 就 到 來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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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